有人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 从手能看出什么 比如他特别的直率 然后特别热情 然后他给你握手之后 他就会特别的勇力 不同的职业 不同国家使用的手势 你有知道多少 恐怕是这个是真的 稍等一下 这个是出问题了我要上去 这结账 快乐汉语稍后更精彩 上课了 欢迎大家来到快乐汉语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韩佳 这位就是辅导员 季小军欢迎各位 欢迎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导师 传道导师康正老师 欢迎您 欢迎 解惑导师百艳怡老师 欢迎您 欢迎两位 俊男靓女搭配 同样我们看到 六位同学现在缺席状态 是因为我们现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希望我们的现场的观众 要给他们好几轮的投票 选一下我们心目当中的人气学员 所以他们也非常的重视 开场就开始努力了 来 有请六位同学隆重出场 高山 大家好 我叫高山来自埃及 给我投票 我今天会特别努力 我要让你们笑哦 龚比扬 大家好我是龚比扬 我今天没吃药感觉自己猛猛的 给我投投票谢谢 力达 大家好我叫力达最压力人 我不会拉票但是我会飞稳吧 来 我叫富拉夫来自俄罗斯给我加油加油卡瑞娜 大家好我叫卡瑞娜我是乌克兰的美女 祝你们开心 我们的六位同学呢已经精彩亮相了 各位拿起你们的表决器 请为你们的第一印象投票 来 三 二 一 有的心 哇 谢谢 两位新学员的这个票数都还可以 四号在中国是不好的 不吉利 所以主要是这个号码没有选好是吗 号不好 这是印象分吧 我们后面上课的过程当中 还有各位的实力的展现 没错 相信我们还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那言归正传 我们每一期呢都会有一个主题字 今天的主题字的出场方式有点特别 请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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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刚才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手影表演 也带出来了今天的主题字 就是手 刚才我们同学们都看到了 手的精彩的表演 看来这个手啊 不光你看我们生活中用的很多 吃饭写字 对啊 这是最基本的 还可以就有这个艺术表演 是 那最初我们这个手字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意思吗 就是手的意思吗 这手它最开始 它肯定就是手的意思 但是这个字呢 在甲骨文里头没有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单独的这个手的这个字 它最早出现这个字 是到了经文 我们现在的这个手啊 跟经文 撰文 和历书当中的这个手啊 差别都不是很大 特别你看这个撰文 实际上就是跟现在很像了 只不过上边的那个 最上边的那一横 那一瓶它没有那个贯通嘛 但是你看等到了历书的时候 就跟我们现在的手非常相近 所以这个手呢 可见最早开始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象形的一个文字 就来形容这个人 这一只手上这五个指头 是吧 只不过后来变形变形 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我们和动物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从我们能够去使用我们的手 而且是很灵活地去使用 能够制造工具 使用工具 这就让我们掌握了一种 物质使用的主动性 所以手呢也是成功的一个标志 来 同学们 主词 看一下哪位同学已经写完了 阿根廷的公碧阳同学 来来 念一下这个字 炙手可热 炙手可热 这个词好 对吧 非常好 什么意思 就是比喻一下一个人的 怎么说权力还是权势很大的一种 炙指的是烤的意思 把手烤得很热 这指的是手中握有权力 这个权力很大握在手中发热 对 它是炙手可热不是个好词 它是略带贬义的 当一个人说你 我觉得你最近挺炙手可热 意思是说你价格卖得不错 你身价见长 这都是揶揄对方的话 不是特别善意的 所以别用在自己身上 对 一般就用在康老师身上就可以了 好 不过康老师最近真的是炙手可热 炙手可热 来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位同学 还有谁 高山同学吧 做什么事的老手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专家的意思 专家 所以康正老师是快乐汉语的一个老手 但这老手我怎么听着略带一点点变异 说康正老师是老手我老觉得变异 康老师是高手 高手 高手 你看老手跟高手还有新手 就是老手给人一种惯犯的感觉 就是他干这个是个老手 这偷东西 这老手了 但是我们很少说这偷东西 它是个高手 所以这个老手它带有一定的贬义 但高手就不一样了 高手比方说家具打得好 做得好 高手 高手 是吧 这电脑 高手 很少说这个IT界的老手 这IT界的老手可能做病毒的吧 就有问题了 是吧 所以老手只是说明你从业的时间比较长 而高手是说明你的水准比较高 对 一个是属于平面展开的 一个是属于这个立体向上生长的 总之老手还是带有点贬义 你要夸人的时候就别说是老手了 要是高手 你以后可以称呼康正老师是老高手 来 我看看弗拉夫 弗拉夫 我们的新同学甩手掌柜 甩手掌柜 这个得好好地解释解释什么叫甩手掌柜 我是一个经贸系的学生 我们学的是专门要赚钱的嘛 然后我想可能以后做什么生意呢 那一个做生意的人 一个管理者 他做到这个甩手掌柜 甩手掌柜 对 这个一个很高的级别 所以甩手掌柜 他说的是很高的级别了 白老师 因为以前在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嘛 中国是 所以一说到男人的话 那都是你们家掌柜的怎么样啊 其实掌柜的也变成了 这个男主人的一个代名词 甩手掌柜的意思呢 通常形容家里边油瓶子倒了 这都不服的 这个男主人就叫甩手掌柜的 就是在家里边他就成了大爷了 什么都不干了 弗拉夫同学呢 他说的这个其实是现在的一个 新的一个管理学的概念 就是现在很多的领导啊 都是要势必公亲的 那样的一个状态 什么事情都不会放权 都不会去放手 所以如果要是能够学会 去信任员工 给员工成长的空间 做一个打引号的甩手掌柜 其实也是我们追 就是现在领导者 他要自我修炼的一个方向 白老师说的是 打引号的甩手掌柜 要相信下属 放权给下属 这样自己可以轻松一点 做这样的一个甩手掌柜 那家里的那个甩手掌柜 估计说的就是康正老师 康正老师您是吗 是这样的 其实大事呢我很关心的 就是家里没大事 家里没大事 家里有大事 家里很多重大事件 我不到场 我不清零 那他们是订不了的 不是 比如说家里 比如说买一大件 或者是什么扫把什么这种 我一般不管 就是换成你要说 扫把化成吸尘器 那我得订 你得去买单 价钱 颜色 型号 形状 是吧 怎么上楼 怎么进屋 放了哪个位置 不管都不行 手势 还画了一个 画的不太好 各个国家各种手势 有各种意义 有什么你知道的手势 这是胜利的 对吧 但是这个动作 这是正确的 但不能反过来 对 不能反过来 有一些文化里面 是侮辱性的一个动作 对 不礼貌的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书牙里有这个 这是 觉得这个是什么意思 差不多心想事成 或者是事如所愿 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 手势 有了 你们有吗 不惯了 特别说 不惯了 我们在我们那里有个这个 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说了一句话 我发现这个是真的 我是真的是真的 最可爱 我觉得你还要发出声音 在不可爱是一样的 但是这样 一定要出声是吗 太好玩了 埃及有什么 就埃及应该是属于 地中海国家的 所以我们地中海国家的 手势比较丰富 你看我在动手里 中国文化一般人不会动手的 比方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西大利人 西大利人 稍等一下 再问大家一下 这个我们都知道 现在大普格 特别棒 在别的国家呢 打车是这样 打车 水航车 打车 其实白老师还说 在水下面这个的意思是 这个是出问题了 我要上去 我要上去 因为咱们都是觉得 这是很棒的意思嘛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美景 他们说他们就用 就让我看 我看完之后就说 哎呀好棒好棒 然后他们就把我带上去了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他们说 在底下觉得很有趣 是这样表达有趣的 是 666 666 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了一些这个不同职业的一些手势 来我们来看一下 猜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这什么意思 我嗓死他 嗓子 我嗓死他 来这是应该是叫特警 特警嘛 对特警 后面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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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差一个字 有人 有人质 来看下一幅图 保护 什么意思 保护 对 掩护 掩护 下面呢 这个呢 交警叔叔 去这边 这边 一直走 往那边走 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这还比较直观的 因为 这样好好订单 交警的指示必须要很直观 要不看不明白 有一个动作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那个含义吗 就是 对 换人换人 换人 但是在 篮球的时候是 跑步 按着这个 拿着就跑步太多 走步 走步 对 哎呦 他知道 还有吗 哎呦 这是什么 乐团 我也是 乐团 对 所有的人要在一起开始 他给我们看是这样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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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始 开始这样 指挥的手势 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 比如说这就是收的一次 就是这一部分你就收了 休止符 然后这 还有的就是说 慢慢慢慢慢慢 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这也是指挥的一个手势 因为一个乐团 它有很多的声部 它会在它的指挥棒 它的手指到哪儿 然后哪儿就要做 就做准备了这样的一种状态 没错 前一段时间 我最喜欢最最后一个 嗯 休 休 可能我们很多人的理解 跟我的理解一样 认为指挥的任务就是 在现场站在那个台子上 面对一堆人拿根棒子 挥舞一下 就是你指挥的作用 其实我前一段时间采访了 很多世界级的这些指挥 包括什么祖宾 美台 完了 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 他们的工作都是在表演前 对 也就是说 你整个交响乐如何表现 对 他是要把他的理解 告诉所有团里面的团员 你要根据这样的理解 来演奏这个作品 我听说过有一个戏剧家 梅兰芳 如果不看他的脸 不看他的身体 光看他的手 能看出他喜怒哀乐 这个梅兰芳啊 这是京剧表演艺术家 他这个手指啊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 这个表达的方式啊 比方这里边 说到这个书办等等 还有这些手势 他都是用来表达喜怒哀乐的 因为这个京剧艺术啊 他跟别的艺术 有个很大的不同 他的表达的方式是 城市化的 就是类型化的 就比方说扮一个脸谱 张飞黑脸的 那个关公呢 是这个红脸的 他就代表他的 持续的性格 就是这样 中间不带变的 那么这个手势也是这样 他这里边很多的手势 这样的手势 表达一种用情 传情的 那么换了一种手势呢 他表达一种厌恶 再换一种手势呢 可能表达一种什么呢 内心的一种繁杂 所以从京剧表演来讲 走步和手法 演法 还有身法 这个在很大程度上 成为他的第二表情 第三表情 第四表情 我一个绝活 想给大家刷一下 给我们展示一下 就是先要这样 好 先这样 然后这样 哪儿 中间两个并龙 对 中间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 好 会吗 会 会了之后 两个有不同 过的吗 是这样 可以吗 做得到吗 可以练出来 可以练出来 不是那么难 我再补充一下 其实刚才说到手势的时候 在心理学上呢 也有一种肢体语言 其实能够通过手的一些不同的摆放的状态 能够看出来这个人 他内心的一种感受 或者他一种心理的一种心态的一种状态 来表示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康正老师嘛 他现在的这种就是很放松 一切都在他掌握当中 所以他很淡定神弦的手摆放的就是很随意开放型的 手上还打着节奏 开放型 这个打节奏是因为他就感觉很累了 所以他希望加快节奏 然后这是有点不耐烦的感觉 明白了 然后开会的时候 看见你在发言的时候 底下人都开始在这儿 无聊了 那就无聊了 或者转笔也是无聊了 然后比如说还有就是 比如小军现在把手插在兜里 可能这是因为你累了的一个表现 但是如果在生活当中 就是说如果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上 他可能是有一定的防御 可能是会有一些短处 或者秘密不太希望被别人洞察到 所以他会习惯性地洞察到 在白老师面前你不要乱做动作 也不要乱有手势 一眼被看穿 主要就是因为我手没地儿放的 上手下手 康老师教大家巧技汉语知识 心 龙 慢 年 磨 腹 条 一句诗体现中国人对手的研究 快乐汉语稍后更精彩 来 现在轮到大家来给我们 造个剧 现场的小朋友 我把东西放到我小小的手心里 把东西放到你小手的手心里 什么东西 那我可以知道 这肯定是很珍贵的东西 巧克力 旁边的小朋友 我和同学手拉手一起去学校 同学之间很有爱手拉手 手拉手 俩人交性好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 诗语 诗语 诗诗之手 语字偕老 大家都写 好有文化 诗诗经里面写的一首古诗 诗经都知道 古诗的名字叫 诗诗经理 称诗经里面写的声音 是 是在战场上的一种兄弟 联手来去抗敌的那样的 一种手足情深的一种感觉 执子执手 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现在更多的 就会用在感情上面 与你慢慢变老 这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事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故事 或者电影中的经典桥段 布拉夫 对 我有一对老夫妻的朋友 然后这个丈夫 她现在94岁 然后她 94岁 对 然后她的妻子是90岁 他们已经70年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丈夫 有一个特别浪漫的习惯 她呢 她每个早上 出去他们家里的花园 拿一只花送给她 大多数情况是对玫瑰 但是他们有各种花 没有那么多的玫瑰 所以有时候送的是其他的 但是是表达感情的 对 每天都给她送一只花 70多年 这得多少朵花啊 风雨同舟 没错 而且每天要摘一朵花送 也是不容易的 每天一朵花 只子之手 与子斜老 其实手和手的这种镶嵌是能够带给人一种被关注和被爱的一种感觉的 因为人最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他最初的安全感和情感的获得 他就是通过皮肤的接触 比如我们在妈妈的怀里被抱着 所以当我们的这种被握住和被皮肤接触的这样的感觉出在一次重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受出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所以拉手是一种友谊的表现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所以男生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不论怎么样一定要把一只手腾下来留给你自己心爱的人 比如我先生秀个幸福 前两天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我就发现他一个手拎了三个大塑料袋 另外一个手空着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不两个手拎啊 你那手都快累死了 他说因为我要留一只手拉你啊 我觉得你先生肯定是卧底长期从事潜伏工作 善于用对各种复杂的局面 我先生真的是搞机要的 是吧 你看 回答得非常直逸 这是脑筋急转弯 好了 太厉害了 刚才老师学习一下吧 不要激凌一下 不要自己做不到就说别人 我觉得这一 说到这一桥段的时候 我学习的最认真听得最认真的 应该就是赛娜同学了 赛娜以后去超市一定要让男朋友 一只手拎东西 不管再多的东西都要让他一只手拎 但是一臭的话有点难 有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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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背着 来看一下赛娜 你三层游搬了几近 肯定是有人对上左手叫了 这次发音还是相当准的 而且这个句子也不错 可以吗 用得很准确 做手脚了什么意思 就是八层偏了一件点 做手脚 偏了我 和动手脚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一个意思 我们有做手脚 我们有动手脚 我们有动手 要手段 我们有动手动脚 我们有刷手腕 也这样 不要动手动脚 但为什么要说动手脚做手脚呢 其实手和脚都是人的肢体的末端 是不是 而且是最灵活的部分 你要拿脚丫子走路 要拿手维持你身体的平衡 这手能做好事也能做坏事 但为什么把手和脚就练在一起之后 他就不表达好的意思呢 就是因为他太灵活了 他太多变了 所以他毛手毛脚 他多手多脚 他动手动脚 他手脚不干净 这些都表达的是一种 不是特别好的意思 刚才有人说了爱手爱脚谁说的 对啊爱手爱脚 爱手爱脚也不是好词 爱手爱脚 爱手爱脚也不是好词 那轻手轻脚 轻手轻脚 那还行 比较小心翼翼的对吧 对 那轻手轻脚也只偷东西的时候 轻手轻脚 大手大脚呢 大手大脚也是用来吃喝的嘛 直手画脚呢 直手画脚也不是好词啊 直手画脚就是人家等着干活了 你不干活发生 哎 高点 哎 再低点 哎 又高了 这就直手画脚 直手画脚 让人很讨厌的人会直手画脚 缩手剁脚 缩手缩脚 你看这都出来了 缩手缩脚指的是胆小 是吧 哎 高点 你出来弄高呀 哎 那不成 我手脚短 缩手缩脚 还知道什么吗 蹦手蹦脚 笨手蹦脚 笨手蹦脚 你发现没有 就没一个好词 除了那轻手轻脚 还是一中间词 是吧 对 其实脚它又搁在一起了 它不就退回到一个原始状态了吗 其实一个原始状态 那就不是一个人的一个 高智能动物的一个状态 它当然就不是很好了 嗯 没错 好 加深了一下印象大家 好 来 看看高山 我妈妈做饭时 我经常给她打下手 打下手的意思就是 就帮她忙啊 就跟她说一小小的 就吸碗了 做助手 对 做助手 做助手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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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下手呢 可能也有点 其他的一些用法 分场合 你知道还有别的一些别的一些用法吗 就下手的话是动手 你准备什么时候对赛娜下手 我是我是不下手的 不敢下手 不敢下手 她男朋友在这 对 我能不能用没管真的 不管啊 不管啊 这是个中国的语言词汇 它非常有意思 有下手对吧 有上手 这事啊 我还不是特别上手 我们经常说 是吧 刚刚参加工作 就是比方说你是一个电焊工 你电焊的时候师傅在旁边指导你 你碰碰碰碰了几下 那火花子乱剑还没焊好 那师傅说 你这还得练呢 你这没上手不行啊 有下手必有上手 有大手大脚 那就有小里小气 就有小手小脚 缩手缩脚 它都是对应的 这中国的这个语言文字 它辩证法的关系特别强烈 有上必有下 有左必有右 有里必有外 掌握了这个 再掌握语言就快得多了 经过刚才两个环节 还有没有不懂得要问的 有问题没有 有 有问题 有一句话是说 手也是我们的第二张脸 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第二张脸 这个的确是这样 比方说你如果是一个 经常参加作战的一个人 那这个很多故事 都是这样漏了线的 是吧 一看你的手 特别你的食指和你的拇指 如果是一个老战士 他的老简的位置 是相当固定的 一看你就是经常打枪的人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立马给你拿下 是 是吧 所以这个像福尔摩斯探案集里边 那福尔摩斯很神的一点 就是进来一个女性 或者进来一个男性 他一看你的手 他就知道你从事什么职业的 所以人的这个手 包括跟手附带的 你的肘部 或者你的衣服的磨损的程度 都暴露你的职业 我们去生活 一定是离不开手的 我需要自己去干所有的家务活 洗衣服 做饭 收拾屋子 甚至我还要给一家子人去做 然后我还要干很粗重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的话 那我的手就会很粗糙 即便我的脸长得好看 一伸出手来 冻得跟小胡萝卜过似的 或者裂满了小口子 就是能够通过我的手 看到我的这种真正的一种背景和状态 还有一个呢就是 为什么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 比如我一看见这个康老师 然后我说 哎呀 康老师久仰大名 然后但是我跟他握手时 我就如蜻蜓点水 然后根本就不是那样实实在在的 那么这时候可能就表现着 其实我口不对心 现在呢要来给他们投票 来拿起你们的表决戏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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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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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二 一 所以投票结束 谢谢 所以依然领先的 谢谢 我们同学们表现 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呢 这才是第二次投票 我们一会儿呢 还有一次投票 我们看一下 到底录死谁手 谁可以获得 我们的优秀学院的诚好 刚才说了那么多手啊手啊手的 带有提手旁的字很多 就是英语里头 比方说 我们知道它经常使用的几个动作 像make take这样的词比较多 但是可能在汉语里边 会把这个跟手有关的动作的词 分得非常的细 我现在想起来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像白居易 说这个女子弹琴的时候 弹这个琵琶的时候 说 清拢漫年抹腹条 就是用了什么呢 拢年抹条 就是像这些词 我觉得你要把它翻成英语 就很困难了 这就反映了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中国人就是在对于这个手的动作 这个词的词汇方面 对于我们这个日常的细碎的 动作的细节的一种关注 所以词汇的 提手旁边的这个词汇的丰富性 表达了中国人的内心的丰富性 和生活的丰富性 课堂首功课 学员之间上演飞机大作战 随堂大测验 康老师总成了三只手 康震老师是不是也有三只手那么忙 快乐汉语稍后更精彩 你看几百年前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手工制成 像现在 现在可能很多都方便了用机械 用一些工业化的设备来制作 我们要讨论一下了 这个手工制作好呢 还是机械制作好 你们觉得哪个更好 来 丽达 我觉得手工的比较好 是因为手工的很特殊 每一个作品都不一样 哪怕它有一个缺点 那它的那个缺点就是它的特点 在那 细细直平好 为什么呢 快 逼你便宜 而且比较规整 有各种各样的 如果你要做的特别的东西 机器做不了了 高山 我觉得手工的制品还是好看 比方说我们国家 就埃及里面的那个地毯 手工能真的好看 就机器做不了 就认设计的 比机器设计还是好看 我们机械制造 可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也是把这个成本的降低了很多 也是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的确我们在想 我们很多时候去买纪念品 甚至连肥皂 我们要找的是人工皂 手工肥皂 对 很多的一些民间的艺术品 一定是手工做的艺术品 因为我们觉得 这才是珍贵的东西 这些才是我们有 有艺术价值的东西在里面 两位怎么看 即便是在古代 也不可能所有的东西 都是独此一份手工打造的 古代也有古代的流水线 做一把锄头 它也是分工开的 最后把它组合到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说 手工的是唯一的 而流水线的是复制千千万万的 从生活的需要的角度而言 必须要复制很多 否则无法供应 但是从情感的寄托而言 我们都希望是唯一的 所以这里边看似产生了一个矛盾 是让它不矛盾 为什么呢 即便是在最发达的工业时代 和最发达的信息时代 我们既需要日常生活的 所有的必须 同时也需要自己灵魂的一个安放 就是我们看啊 就是咱们在什么这样的时候 会去买手工的 就是我们需要有情感链接的 比如我们出去旅游了 那么去旅游的这个旅游地 我们要买一个手工制作的 一个纪念品来去完成 我们对这个地方的 它的一个情感链接 所以手工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显然就要比制造出来的 流水线出来的东西 它的文化含义更深刻一些 好 那我们今天呢 也要来考验考验 我们同学们的动手能力了 手工课 每人啊手上都有一张纸 看看你们可以折叠出什么来 用你们的手 这可不可以 跌好了吗 都跌好了吗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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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有个作品 对啊 康正老师也在跌 都跌的是飞机吗 都跌机 高山你那是什么呀 这个是 要散了架了我看到 你那能飞起来吗 你试一下 都好了吗 你那真不行 来 弗拉福的 能飞吗 显然冠军已经在这了 我跟卡瑞娜叠的都是船 赛娜是简直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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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来 我们很期待这康正老师的 小猴上树 对不对 在哪儿 上树喽 真的 其实你看从刚才 特别简单的一个折纸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手工制品 是各有各的特点的 手工制品做到极致 那就是艺术品 比如说我们非常有名的 很多人都知道台北故宫 这个我每次去避看 已经就是 它是属于这个玉雕里头 属于一种工艺叫做翘色 什么叫翘色呢 比方说吧 这玉呢 赶巧了 有红色 有白色 有黑色 他就给它雕成一个仙鹤 丹顶鹤 这个玉呢 有白的 有绿的 上面那是绿色的叶子 底下那是白菜帮子 关键是上面还刻了一个小虫 小蚂蚱 看见那蚂蚱了吗 看到 那爬上那蚂蚱 撑着那腿 上面特别细的那个 它这个有根须子是断了的 当时我第二次去的时候 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断了的 所以这种翘色的工艺 就反映了这个 中国的这个玉石雕刻 它达到一种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玉制品 那里边都显示了很高超的技艺 这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是 特别了不起 所以我们说起来 我们这些可能说手工艺 手工艺品 甚至有的时候说 这就是一个匠人 但是就是这种工匠的精神 发展到了极致 那就是艺术家 而且是大家 他我们经常说这个叫巧夺天工 什么叫巧夺天工呢 就是感觉这白菜就是从玉里刚 从地里刚刨回来的似的 就是本来是人工作的 结果做出来感觉像是天然成的 这就叫巧夺天工 被忘绝了 就没致了 来 我问其他学员 有没有自己国家有这种艺术品 都拿来 套俄罗斯 套俄罗斯 对 是 这套俄罗斯就是一个特产的 一个手工艺品 然后套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 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有吗 就是套俄罗斯最多是这一件吗 就是这一件 就是这一件 就是48个 48个 这里最小的是这么小 然后最大的是这个一米 大概是一米这么大 这个真的也可以算得上是艺术品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 就是 就是为了好玩 为了艺术 然后一个套一个 怎么起源的呢 一个说法也有是这样的 因为好久以前已经有了这个套 有的人说那时候的 就表示一个妈妈 一个俄罗斯的妈妈 因为妈妈里边有孩子 她生孩子一个一个的生 那生的孩子越多就表示 就是外代的传承 对 这已经有点意思了 表达了一种传承的意思 是 那我们中国说起来的那手工艺品 艺术品的多了去了 这是君瑶 这是宋代 这个瓷器的工艺 到了宋代的时候 发展到了极致 当时有定瑶 有君瑶 有武瑶 那个色泽 那种上右 那里边的那种造型 都是说句实在话 可以说是空前前后 这颜色好漂亮 对 这一般的外行人会说 这颜色好漂亮 我就当个外行挺好的 它的上右是非常饱满 而且柔和 它里边的自然形成的那种纹路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复制了 它体现人类的极大的智慧 现在就这种传统 手工艺品 或者叫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手艺 有很多都已经被列入咱们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比如说苏绣 就是有苏绣 有单面绣 有双面绣 然后就是你从哪一面看 它都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等等 非常的昂贵 而且惠它的人是非常的稀少的 它难在哪儿啊 有灵性的 能够有艺术创造的才华的同时 又是能够愿意他的实实干这件事 不想那么尽快的就从这上面获利的 这样的人 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它这里面包含着很多的民族文化 民族的精神 也包含着我们的历史是在里面的 手工的这种巨大的力量是让人惊叹的 就是我们在敦煌啊 发现很多佛经 就这佛经呢是在唐代 或者甚至唐代以前人手抄的 手抄本 那上面的字 墨迹的深浅是完全一样的 字就像现在的打出来的字一样 你现在是这样想 这个人得用多大的平心静气的毅力 来完成他 就是他写这个佛经 他是带着信仰去写的 所以他才能如此用心的用墨 如此用心的运笔 好的 刚才分享了这么多 同学们又该轮到你们了 马上开始今天的随唐大测验 好 我们场上的布置已经完毕 那边是终点 我们的学员呢分成两组 男生队跟女生队 有一位学员呢要去参与这个活动 两位学员呢站在这个台子上面 会有相应的题目给你们 答错了就要往后退两步 当然是最快到终点的那一队 就算是赢的 男生队出战的是龚碧羊 女生队快出的是力量的 力达 好 那另外两位请上台 请各就各位 好 比赛开始 力达先摇 你是优先 力达加油 走两步 你的问题是 打手是用手或工具击打手步吗 对还是错 应该是错的 好 恭喜 答对了 好 站住了 站在原地不动 龚碧羊 来吗 对 做手脚的意思就是耍手段 对还是错 对 恭喜 恭喜 一二三四 请听题 我就一个了 手足是表示兄弟的意思吗 是的 恭喜答对了 好 我给你说一下 来吧 来 龚碧羊 你还是在那边 高抬 贵手 对 通常是用来求情的 对 还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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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力达的呀 你相信他吗 对 恭喜 对 回答上去 再抱一次 不 很简单 唱出三首带有首字的歌曲 首字的 手牵手 我们一起走 看能力好的时候 好 第二首 好 第二首 拍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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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九 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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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显伸手 的意思是一样的 对不对 加油 对 那当然是对的 那当然是对的 我说的不对 然后 他两步 显然是不一样 对 大打出手 大打出手就是打群架 打得特别厉害 就是打成一团了 你知道吗 互相打来打去 就是大打出手 大显伸手 是说把你的本领都施展出来 请解释三只手的意思 很忙的人 虽然有一首诗 就是妈妈 对 姥姥有三只手 他有那么多的工作 还护养我们 他有三只手 他有三只手 那你觉得 康震老师 是不是也有三只手 那么忙 康震老师是牵手观音 牵手观音 活活了 三只手是小偷的意思 比别人多出了一只 见不得人的手 小偷 你说错了 来 来 能不能站住 还不一定 对 三拳 不敌四手 是什么意思 哪个第一 就是说 三个伙伴帮你打架 不如就是四个 你自己有本事 不如什么 四个手 对 可以打 来不及 这说书的人经常喜欢说的 就是再厉害的英雄好汉 如果碰到很众多的敌手 他也打不过的 一来伸手的下一句 翻来找 翻来找 翻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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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来什么 张口 好 总比 来 知道 一 二 三 坐仰卧起坐 一个 好 并说出十个提手旁的字 限时十五秒 高山你们也准备一下 倒计时 开始 开 杨 明 掉 拉 推 开 提 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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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高 高 这些火爆 九个 九个 就差一个 九 六 六 下来 一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五 五 四 五 六 六 六 九 五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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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五 我们女生组获胜 来 男生组 我们隋唐大泽宴获胜的就是 女生组 来 同时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 投票时间大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投票时间大 来 从开始就领先 来 在我们下课的时候 一起唱这首著名的拍手歌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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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可了 好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云时代 有点赞 既然大概很长 我们下课咱咱们 下课咱们